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说句 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款法国的军粮 法国特种作战口粮 六号餐 法国嘛 等等都懂啊 世界定流之一 五大散人之一 著名的革命老区了 五星上将迈克阿瑟曾表示 没有人能够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 当我从战场上看到法国军旗的时候 我就知道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款口粮它只有820克 不大的一盒 小巧便携 看着就很特战呀 售价160 保质期呢是到23年的2月17号 还是挺新鲜的哈 没事没事过期更有味儿 好吃不贵 锻炼肠胃非常棒 不过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请勿随意使用过期食品 请勿模仿啊 请勿模仿 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盒子上面呢 也写了一个禁止转收 这这这实在是不好评价呀 反正就稀里糊涂的 就到我手里面来了 我还花了钱呢 OK来个点赞 打给大家 瞅一瞅呀 倒出来 OK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盒饼干 巧克力 牛渣糖 咖啡 焦糖布丁 鲜鱼罐头 纸巾 我们的主菜香肠肉汤 最后呢有一个附件盒子 里面是罐头夹 简易炉具 固体原料 火台 还有一个喜闻乐见的垃圾袋 很少见军粮里面有这个玩意儿啊 也就法国了 干账给干账 垃圾你最后还是得带走啊 好家伙一眼望去啊 全都是熟悉的包装 鉴定完毕 这就是一个简化版的 法国通用款的24小时军粮 咱呢也可以称之为青春饭 非常的青春 东西不多 贵在京 也就是个一餐份儿的 我们现在尝这个主菜 香肠肉汤 这是香肠肉汤吗 这明明是香肠米饭呀 看着好像还行 颜色挺鲜艳的 上面还有辣椒 还有一些豆子什么东西的 简单的加热一下就OK 哦 里面有两根大香肠 尝尝看好不好吃 哦 这个香肠肉含量挺高的 这个烟熏风味还行 我还不错 这个主菜啊 它整体它就是一个酸甜口味的 反正吃起来呢 还是比较开胃的 比较有食欲的 我本来以为 它上面这些是辣椒呢 红色的 结果这是番茄皮 香肠挺好吃的 有嚼劲 味道也好 但是它这个米饭吧 就跟那种煮粥的米饭一样 很软辣的 没什么口感 饭后呢我们来点小零食 水果味的牛扎糖 也是很熟悉了 挺好吃的 有点黏着袋子上面搞不出来了呀 就是这个样子 有嚼劲 还挺好吃 里面有一些那种水果干 虽然过期了也并不影响它的味道呀 还好还挺好吃 就是闻起来啊 不太好闻 有个怪味儿的 按道理来说应该闻起来是一种香甜的味道 这是什么味儿啊 毕竟也过期了嘛 不过确实挺不错的呀 吃的还行 像这种甜度这么高的东西还就能存放很久 巧克力 70%的黑巧克力 这黑巧克力都变成白的了 清脆 这个巧克力它就没有那么甜腻了 甜度刚刚好 不甜又不苦 巧克力也是挺耐放的 再放五年 我看可能还是能尝一下泡杯热咖啡 尝它这个咖啡仔 其实也没啥吃的了 这个玩意儿的东西比较少啊 一餐份的嘛 看看我们的小饼干 里面呢只有两袋啊 两袋 一共四块这种饼干 它应该是那种加了粗粮的饼干 这才蛮香的 这是一个咸甜口味的饼干 单吃呢也是挺不错的 焦糖布丁 看起来那是相当的糟糕啊 我看着它就有点食欲不振呀 黄黄的 味道谈不上有多好啊 吃起来就跟那种鸡蛋糕一样 润润的滑滑的 带有点微甜跟焦糖的香味 这个样子看起来是 确实是有点糟糕呀 让人提不起兴趣啊 哎 过期的还是少吃点吧 我记得以前吃的时候 好像感觉味还不错呀 最后一个新罐头 这算是那种鱼泥罐头了 里面是那种打成泥的鱼肉 吃起来感觉粉粉的 鱼肉的口感感觉还行啊 就是这味道它又是个酸甜的 配上饼干应该还行啊 这玩意腥味挺明显的 感觉不是很好吃啊 这个就先吃到这儿了 都过期了 主要是感觉太腥了 然后味道吧又不太合口味 酸酸甜甜的 啥玩意都酸酸甜甜的 不知道他还以为我在吃猫罐头呢 猫都不吃 吃完小零食 喝点热咖啡还是挺不错的 非常的舒爽 这碗口粮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都是从那个24小时军粮里面拆出来的 给你整出来个这玩意儿 感觉就很没意思啊 里面东西我们都是吃过的 咱也就主食 这回不一样 过期的东西还是少吃呀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赞呀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